大家好,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,我是助理分析师Clara Wang。 美联储鹰派暂停加息,美东时间9月20日周三,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会后宣布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仍为5.25%到5.5%,将政策利率保持在22年来的高位。 这是继今年6月后,美联储本轮紧缩周期内第二次为延续前次会议的行动继续加息。 本次暂停加息也是符合市场预期的,智商所的工具显示在美联储决议公布后,前一日,也就是本周二,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交易市场预计,美联储本周按兵不动的概率接近100%,11月加息的概率不到30%,12月加息的概率约为40%。 尽管加息下的物价已经开始如期下行,但是通胀卷土重来的担忧在近期油价飙升下加剧。 目前美国方面经济数据仍有韧性,对于是否结束本轮加息周期仍然未能给出明确的方向。 因此,美联储本次维持利率更多的是在等待11月和12月更多的经济数据出炉,从而更好地决定下一次利率决策。 会后,美联储官员预期未来利率水平点阵图,透出整体偏鹰。 12名联储官员,有6成以上的官员预计今年内还有一次加息。 联储对明年的展望也是明显更偏向鹰派,对于市场产生了扰动。 货币市场对11月加息的压注一度从29%升至31%。 那么,截至最新,智商所的工具显示,有28.4%的概率认为11月将加息25个BP。 那么,受消息影响的美元短线暴涨并逆袭当日跌势,黄金则是自日内高位回撤于10美元。 美元指数由104.75一线迅速拉升40余点至105.20附近,黄金则下滑数美元至1939。 美元指数自7月99美元低点反弹以来,在200日均线之上形成稳步上涨趋势,涨幅已超5%。 从昨日美联储利率决议的市场反应来看,美元短期内仍将延续强势,下一阻力为关注今年3月未能突破的前高105.48美元。 黄金价格目前正挣扎在前阻力区间1932.71至1938.59下方。 50日100日及200日移动平均线都位于该阻力区间的下方。 黄金突破上行较难,如果金价涨破这些均线并进一步上涨,下一目标将看向1885至1893以及更高的1900。 那么长期来看,黄金是看涨,近期黄金已经显示出意上行缓下跌的态势。 然而黄金上攻的势头被昨日偏樱的美联储压制,短期内预计多空争夺,可在区间内寻找交易机会。 那么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请不要忘记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加转发,谢谢。